inspired by the� 大家好我是尤銘 今天我們又來開箱藍芽耳機歐 這次我要開箱的是日本的品牌 叫做NERO的NT110 這支耳機其實我已經大概聽了 差不多半個月 兩個禮拜以上有 今天我們除了來聊一下我實際上體驗的感受以外呢 還有就是它的功能還有規格 那其實現在的藍牙耳機設計的都很棒 我覺得真的應該說4000塊以下的這種價位的藍牙耳機 目前我體驗到的大部分都是使用高通QCC3020這個晶片 那這個晶片它的特性其實我之前影片有講過 它是可以獨立單額使用的 那Nero NT10這支藍牙耳機呢 它有個很大的特色 第一個是運動型的藍牙耳機 也就是說它的耳機裡面呢 有額外做一個耳帽的設計 所以你在放到耳朵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比較輕鬆的去勾住你的耳朵 不像有一些藍牙耳機它可能會勾得很深 那110它不會 然後它的耳帽的設計也不會太大 它其實比較小 有點像小小的鯊魚旗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在戴上去聽歌的時候 其實戴久不太有負擔 不過呢 我們在調整耳帽上面 其實有一個小細節你需要注意 因為它的耳帽有一片很大 我們在調整的時候啊 我可能會調到我自己喜歡的位置 然後來佩戴 但是你在放到充電艙的時候 因為充電艙它是已經開孔好的 所以調整好的位置跟充電艙不一樣的話 你放上去很有可能會充電不到 那這個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小細節 那我們從 110的外觀開始說起 它的外觀是整個採用霧面材質的設計 雖然說不太沾指紋 但是它會有一些些細小的刮痕 這個我覺得無可避免 因為我們的耳機都是要放包包 可能會跟一些零錢啊鑰匙啊去碰在一起 但是不沾指紋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很喜歡不會沾指紋的東西 那再來它是採用Type-C的充電方式 支援Type-C我覺得 應該大部分的耳機應該要有的一個功能了 Type-C很方便 那好處我就不多說 因為出門不用再多帶一條線了 我們在充電艙在耳機放下去在充電的時候啊 它其實會有四個顯示燈 會顯示橘色的燈好 然後讓你來知道說我現在電量剩多少 橘色的設計再搭配它外觀 有點金色跟橘色的感覺 他們其實是有做一個呼應的 那這樣的設計我覺得整體的設計上看起來 黑橘感覺還不錯 它的外盒其實是有點香檳金啊 那男生你通常可能看到這外盒 你不一定會想買 但是看到內裝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的設計還蠻好看的 然後再來我們聊到它的重量 其實耳機它很輕 大約我蹭下去的時候 官方的數據是寫4克 但是我蹭下去其實有點快將近5克 不過那1克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那兩支其實戴上去加起來可能不到10克的重量 所以我們在聽的時候你不會感覺有什麼負擔 還有就是啊 充電艙的吸力很強 所以有時候我在拿的時候 我第一次拿到手 我要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我還覺得怎麼吸那麼緊 有點不太好拿 你們可以看看有沒有 看看這種感覺 其實我在快靠近充電艙的時候 它就有點把我吸進去了 好講到充電艙啊 那我們就要聊到它的續航力 耳機啊它可以連續播放9.5個小時 那充電艙可以提供它6次的充電 那這樣加起來大概是67小時的播放時間 其實已經很長了啦 我就算一整天在剪片8小時 我真的覺得很足夠了 喔對 晶片的部分我們剛講過 那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有IPX7的防水功能 那除了IPX7的防水功能呢 它也有額外在做一個防水構造 所以不論是雨水或者汗水 都可以完整的去做保護 那在比較容易淋濕的室外啊 或者我們健身房啊 其實你都可以安心的去做使用 它就是為了運動而生的藍牙耳機 再來我們來聊它的音質 其實它的音質啊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驚豔 因為它晶片的特性的關係 它有支援到APTX的解碼 手機在播放的時候 你也可以獲得比較不錯的音質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它裡面的材質 是採用石墨烯的材質來製作 那石墨烯這個名字大家搜尋一下 應該就會看到很多的介紹了 那石墨烯 之前我有看過很便宜的耳機 它是用石墨烯的材質 我前陣子才從淘寶剛買回來 那個大概人民幣 四五十塊吧 其實折合台幣非常非常便宜 我就想說我來試試看 這麼便宜的耳機 然後它說石墨烯材質 聽聽看是什麼感覺 結果不聽還好 一聽你真的是 下一秒就 我可能就真的扔在垃圾桶了 好啦那個比喻可能有點誇張 不過聽起來感覺應該跟 以前我們兩百塊的那種 有線耳機 音質是差不多 還會破音喔 高音的部分還會破音 不是每一個廠商號稱石墨烯 就真的是石墨烯 Nero NT10 它講的石墨烯 在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我還沒有很了解這個材質 不過真的引起我興趣的時候是 我戴上去在聽歌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經驗 因為搭配了QCC3020的這個晶片以外 再配上石墨烯 其實音質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尤其它在重節奏 比較稍微低音的部分 你在聽起來的時候 它的濾感是很適合運動的 讓你想要動起來 有這種感覺 其實它設計的定位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定位就取決於說 你要拿它來做什麼用 功用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在挑選的時候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來去做挑選 再來就是左右耳 可以單耳使用的部分 藍牙在連接的時候 其實你哪一耳先開機 你就可以去看到那一耳的藍牙了 這個部分我覺得還蠻棒的 它就像我之前介紹過的Trick Air 你在藍牙介面中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左耳右耳 我們可以直接去做 連接的使用 這一點還蠻方便的 然後啊 我要講到一個 我真實體驗的感受 就是它的延遲 基本上是零延遲 就是我們人的體感來講 我已經覺得是零延遲了 然後 我有時候帶著我在工作 那我可能倒個水 回來 它中間訊號斷掉了 回來的時候呢 其實馬上就連接上了 速度很快 它不是開蓋子 自動連線 它是蓋子打開之後 你需要把耳機拿起來 它才會去做連線 有時候可能 左耳連到 右耳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連到 那其實右耳 我輕按一下 開機之後 它迅速就可以 連線回來 有在用藍牙耳機的觀眾 其實你們應該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就是一隻耳連到一隻耳沒聲音 你有時候要喬很久 它聲音才會馬上 才會回來 Niro的NT10它不會 在我連線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舒服很順暢的 幾乎沒有延遲 最後最後我們來聊到 通話的部分 雖然它是運動型的藍牙耳機 但是它的通話的功能其實也不差 等一下我會直接放一段測試影片 大家可以直接聽看看影片裡面的聲音 你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說 那個通話的部分差別在哪裡 今天我們要做Niro NT10的耳機的通話測試 有看到嗎 有看到我現在戴的嗎 在這裡 然後我使用的手機是 iPhone 11 Pro Max 那我現在打電話給16來做通話測試 來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好 我念一段新聞哦 好 今年第18號颱風尼卡生成 入境朝臺灣海前進 氣象局不排除 發布海上颱風警告 另外受到東北風帶來的豐沛水氣影響 大臺北地區下了一整夜的雨 北市南港十小時就下了超過兩百毫米雨量 達到豪雨等級 聽得清楚吧 聽得清楚 好 我現在在路邊然後後面在下大雨 有聽到水深 給大家看一下 好就現在囉 好好好 拜拜 以上呢就是Niro NT110的相關介紹 我會再把他的產品資訊放在這支影片的資訊欄底下 那如果大家對這支商品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找時間 然後測試 反饋給你們知道 對 那這支影片呢 就到這裡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加按讚 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 就這樣囉 拜拜 拜拜